不接王菲哥干什么 家伙们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回去啊 他们在这里真的肯定会出事的 哎 不要老是为我考虑嘛 想一下王菲哥好不好 家伙们 想一下王菲哥 公皮上 咱们没有点赞的 把赞赞点起来家伙们 没有点赞的 我们把赞赞给他点起来 王菲要帮你退婚 他出事也是你干的 所以说让他回去啊 他最听你们的了 你们给他说好不好 你们不要这样子了 你们这样子真的会 王菲哥是个好人 我知道王菲哥是个好人 粉丝们全都骂我了 你们骂我 你们骂我 我心里还高兴一点 你们骂我 我心里还高兴一点 真的 骂我我心里还高兴一点 真的 与其安慰我还不如骂我 你们看我 我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以后你们不想关注阿美的 也可以不关注阿美了 但是我我求你们呢 就让王菲哥回去 不要在这边呆了 他这边呆了真的 你们真的很多事情你们都不了解 你们都说我们肯定不了解啊 那你说呀你说了我们不就知道了吗 你说了我们不就了解了吗 有些时候 说出来不一定不一定是好的 坏女人 好好好我坏女人行了吧 我坏女人 我是坏女人 所以麻烦你们 麻烦家爱们 给王菲哥说 我的事情以后 让他不要管了 让他回去 不要在这个村里面了 行不行 来公笔上 打三个字 坏女人 没良心的女人 再再再再 再打我们没良心也好 打坏女人也好 打 复心女也好 打出来吧 让我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公笔上全是骂我的那种 这个人太坏了 也可以打太坏了 就打 打坏女人啊什么也好 无情无义也好 坏女人坏女人 好的好的 就是你们呃 现在觉得我坏的啊 所以说你看王菲哥人家这么好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好好劝一下王菲哥 我我对王菲哥那叫真的是万恩负义 知道了没有 不打为什么不打 打打打打打坏女人 你们这样子 你们骂我 我心里还舒服一点 我跟你们说 你们骂了我 我心里还舒服一点 都是为了我好 我肯定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 真的说实话 我不希望你们为了我好 我也不希望你们对我好 我现在感觉我真的不想要你们对我好了 一个我都不想要了 真的一个我都不想要了 我不想我不想要你们为了我每天晚上 呃 呃 想来想去 担心我 我怕我怎么怎么样 我更不希望 我更不希望 我更不希望你们 之前有个人年迈 他说他看我 他说他看我 然后想王菲哥我们的事情 想到凌晨10 不是想到11点 他嗓子都哑了 他都他想想来想去都哭了 然后他说他感冒了 都是为了看我们的直播 我真的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子 如果你们真的 如果你们 我都说了对不对 反正我我不想要你们对我好了 我现在不想要了 我现在只想 我现在只想 我现在只想要我自己了 我不想要你们了 所以你们以后不要想我了 行不行 你们以后不要 不要再想我 也不要再管我的事情了 你们 你们对我这么好 为什么呢 我哪里值得你们这样子对我好 之前小小在的时候 你们都让我防止小小 我觉得小小人家很好 天天被他耍 天天被他耍 天天这样子 你们也为我担心 担心的要命 天天天怕他们怎么样了 会不会被小小欺负呀 怎么样 我在公司 你们也害怕我 我被同事欺负我 我怕我受苦 你们也为我担心 有曲部在 你们也害怕 曲部 会欺负我 会怎么怎么样 你们为了我 你们为了我 你们对我这么好 是为了什么吗 我哪一点值得你们这样子对我们 可能你们对你们自己的亲女儿都不会这样子 你们对你们的亲生的女儿都应该没有这么好吧 我现在真的不希望看到你们对我这么好 你们现在来直播间心疼王飞鸽的抠个椅我看一下 心疼王飞鸽的抠个椅我看一下 你都在抠椅是吧 那你们心疼王飞鸽 那你们喜不希望王飞鸽越来越好 肯定希望王飞鸽越来越好 是不是 那我们就 那你们觉得阿梅不好的 配不上王飞鸽的 抠个二我看一下 就觉得人家王飞鸽很好 我我对王飞鸽以前王飞鸽对我这么好 我却这么对他 觉得我万负一 然后不好的你们抠个二我看一下 对很多人都在抠二 对很多人都在抠二 那你们觉得王飞鸽好 那我们都是希望他越来越好 所以说我们劝王飞鸽回去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吗 我都说了我 我如果说我要是跟人家小小一样 自由 我这辈子我不跟王飞鸽 我真的 是我最大的遗憾 但是 我们不一样 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门不当户不对的 反正没事 反正过几天我我看王飞鸽能 能在这里 只要他不乱跑到别人家去 只要他不出事的话 我看他等明天 他哪天直播我就去找他 我就去说他 把他说 说走为止 我就是要这样子 我要王飞鸽说 你们不说没事 那我说 你们不说 那我去说 把他说走为止 不能让他在这边 你男人是小偷 他又没有 至少 他偷没事 他墙也没事 他偷也好 墙也好 等我们结完婚再说嘛 对不对 等我们结完结完婚再说 婚姻 你们说婚姻会 会给人带来什么呢 家们 你们觉得婚姻会给人带来什么呢 以前 黄飞鸽问过我 问我想嫁给什么样的男人 我说 我想嫁给 不抽烟 不喝酒 然后不打人的 就 想找一个 能撑起一个小家庭的男人 我就想 安安稳稳的这样子过日子 我不要求他有多富裕 只要求他 就不打我 然后我不乱喝酒 就不少混 就不要去混啊那种 但是好像这几点 可能我的那个未婚夫 都占了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去 我们不应该去判那些好的 先看看自己什么样 爱王妃就别伤害王妃 你们不懂 你们可能 很多人都会说 阿妹我是过来人 我懂 你不要这样子 你爱王妃就大胆的给王妃哥说 就你们两个好好在一起 怎么怎么样 你们肯定很多人都会让我好好给王妃哥在一起 有什么事情不要说出来 就有什么事情就不要不说出来 全部憋在心里面 应该要大胆的给王妃哥说 有王妃哥在 你们怕什么 还有很多人说 那就是我那个未婚夫家 要什么我们给他什么 怎么样的 你们都会这么说的 就让我他们要什么 就给王妃哥说 让王妃哥给他就行了 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 我觉得 我并不这么认为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他过得好就行了 而且 我给你们说了 真正喜欢一个人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对不对 不一定非要跟他在一起 而且 而且像 很多人就是 门不当户不对的 即便你们在一起了 也有一万种方法 也有一万种方法 一万种可能 分开 不论你在一起多久了 只要你们不适合就不适合 一个样样精通 什么都会 一个跟一张白纸一样 什么都不会 真的 一个跟一张白纸一样 一个样样什么都很优秀 那种啊 我不是说我给王妃哥 我说的是那一种 在一起了 即便在一起了 也会很很快就会分开 一万种可能 我有良心吗 我都说了我没有良心 你们 你们觉得我没有良心 那我想错了是吗 我没有想错 我苦命人 我命不苦的 我家里面我 我家人健康 就是 只是 早了一点 不然我母亲 对我特别好的妈 我妈妈对我特别好 我弟弟妹妹也 身体健康 一切安好 我命不苦 我身边我遇到的 人 对我都特别好 你找那么一个 我找什么 我找什么样的 这个是 可能是上天 他就安排了的 而不是说 可能我 我遇到什么样的人 都是已经安排好了的 遇到王飞哥 也是上天 已经 就是给我安排 安排好了的 答错了 王飞有前途 我们不 我们不可能 因为王飞哥跟着王飞哥